就在昨天根據中國大陸《南方都市報》的報導 在《南方都市報》和《N視頻》的兩會《養老雲》論壇上 中國大陸經濟學家養老金融50人論壇秘書長董克用表示 個人養老金制度對年輕人來說更具有意義 建議年輕人每天節省一杯咖啡錢為提前養老做好準備 網民對於有關言論紛紛表示質疑 例如養老金是要靠節省出來嗎? 典型《不知民間疾苦 專家是不是以為我們國家的財政很多每個人都有閒情去喝咖啡? 按照國際標準只要一個地方65歲以上的人口佔比達14% 就算是深度老齡社會 根據中共政府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 在2020年65歲以上人口佔據總人口的比例達13.5% 就意味著去到2021年年底 中國大陸就已經是步入了深度老齡社會 相比起聯合國的2019年版世界人口展望所測算的2025年 足足提前了4年 另外中國大陸的養老金問題也都日益嚴峻 根據中共社科院發表的《中國大陸養老金徵算報告2019-2050》當中聲稱 即使是在財政寶座之下 中國大陸成真職工基本養老金基金的累計結餘 將會在2035年耗盡 至於中國大陸保險行業協會所發表的報告就預測 未來5年至10年的時間入面 中國大陸預計會有8萬億元至10萬億元的養老金缺口 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 這個缺口會將一步擴大